网易娱乐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 InTroOne 请请每位成员 不能用一个词语来形成这帮毕业专程 回忆 圆满 拜拜 帅 成长 好 值得期待 美好 笑容 音乐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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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录制上感情的 这张专辑在挑demo的时候 比如说之前的不谨慎 这张会异常的谨慎 因为我们会想 就是最后一张 这首歌的意义是什么 这首歌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张就也挺紧张 不是 就是 因为中间两张不谨慎 就 就这两张就很顺利 我开头就说了 我开头就说了第一句话 我说我不是前面不谨慎 是这首歌会想好每首歌的功能性 这首歌要跟粉丝 这首歌唱给成员 这首歌要唱给未来的我们 就会把每首歌功能性想的很关键 还有谁唱哪句话 就是要适合那个人 是 我们那个学历也说 我们要录播的时候不总哭 到时候看看谁哭了 然后他录音之前就非常怕他会哭 他肯定哭了 是吗 AK肯定哭了 但是我很有感 但是我听说这 肯定不是我 真的 我觉得是赞多 因为赞多是 最爱Q了 是赞多 我是米卡 姥姥 姥姥没关系 没关系 好 在线 在线 要强 都是很要强的人 就是从你们关系中挑一首歌 然后代表你计算的旅程 就是 一件事 就这样长大 就这样 更酷的世界 到底是一百天心愿再完成 谁的那个玩手难度最大 张柯柯柯柯 我对上一百天的期许就是 我希望英特万的每个人可以 V我五百 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完成不了的任务 那就是你们对于毕业这个事情 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实感 从今年呢 从幼儿园 从上学的时候 所以上学的时候都会 从毕业的感觉 毕业 我这个毕业范围这么大吗 要拉到以前吗 那你们会有 就是比较有仪式感 然后去记录这百年的 倒计时吗 我在没有什么仪式感 对 就是 都不希望有这个仪式感 不希望这个日子是在倒数 所以说这个 纪念日或者是这个东西 对我们来说 希望它越远越好了 那你们就是开了什么 遗憾的玩笑 没开演唱会 就是目前 啊对 那很快乐 我们还没有在海外演出过 这是一个想象的遗憾 是是是 你们会不会偷偷在内容里面 我知道的 有人只要在房间里涂涂哭的 真的啊 这是你自己 谁啊 团团不是我 但我不说是谁 本来你很安静的 但突然突然 他往那边看一眼 谁啊 是这样的 我有个侦探方面的经验 刚才他在说话的时候 往左边 他秒看了拍拍 本来你很安静的 那突然听闻 正正好好 正那个应验了 这个是周可宇立下的flash 我们接散那天来看一下 他们的视线 只有周可宇 是我 对 是我吗 对啊 因为远哥和周可宇注意 怎么可能 哦 对不对 哦 周可宇快说点什么 把刚才话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 哈哈 选一个团员 就是想要做DNC 然后打起来 我想去荒岛 一个啥都没有的荒岛 带领过 带领过 然后走的时候 把带回来 哈哈哈哈 我的想的话 因为我们第四张传节是宇宙 我想带大家去宇宙玩一下 真的 你好勇气啊 哈哈哈哈 我的话 我不 我和大家一起的话 不需要去那么特别的地方 如果我要 跟他们一起去的话 我想一起去三里团 哈哈哈哈 可以 我希望 N21的中国人 可以带我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中国里面 我知道我知道 带他们去哪里 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带我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来去美洲 对 我想 请大家去泰国 然后交代他们的 哎呀 我觉得你用的是请哦 请这个字哦 邀请 邀请 邀请啊 邀请 对对 我要请 我要请 我就要请 我就要请 我和派派 我和派派 谢谢 我没说啥 因为派派要请我们去德国 真的 可以啊 可以 然后你再请我们一次 可以 去 去欧洲旅游 我都要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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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掉 剪掉 我的也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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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那我要带大家去重庆 因为我 我过年期间在家里玩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密室 我想带大家穿严实点去吃路边摊 不是路边摊吗 路边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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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得摊在地下吃 对对 你躺着 然后回 哦 哦 我想带大家去KTV 那要不这样吧 演唱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去KTV的KTV行不行 那不行 那不行 就是我们想开个自己的演唱会在KTV里 那我就带大家去广东玩 广东好吃了很多 不是带琴呀 那有一个毕业的Penic台吗 然后你们觉得你去玩人们最骄傲的地方 现在让我们说一个很骄傲的点的话 其实我们作为最后一个 并不能说我们做得有多好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足够珍惜这个团队 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荣誉和所有的赞美 所以我们很珍惜 在这最后的很多很多时间里面 就想一直待在一起 有没有什么演唱会的珍惜可以提前说一下 会有一些就是 专辑以外的歌曲 然后又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可能期待我们会重复演唱的歌曲 我们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准备过很多次演唱会 准备演唱会的这个当中呢 我们也有准备很多的惊喜 但是最后这一场演唱会 我们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展现给大家 这个就要等着大家来看了 来现场看啊 那这场演唱会对你们每个人的艺术 就是第一次演唱会 对我来说是圆梦 为什么要去耕固的地方了吗 因为我18岁的时候就说 因为我想我要开那种大型的演唱会 做我的演唱会 对对对对 演唱会最期待的事情 开演唱会就是足够期待 我希望看到AK露福记 今天开始练什么今天开始练啊 就是像一个纪念品一样的感觉的 想问一下 有年前二十天就是不到 但是你完成了十五个超高期待的舞台 是否做到的 是这样的 我分享了点这个经验 就是我在飞机上的时候 因为15天的录制要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是各种的城市跑 然后我会把时间切半分 比如说休息四个小时 我会拿两个小时出来看视频 然后在飞机上去学一些动作啊 然后寄 寄完了之后睡前再跳一遍 然后呢睡醒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动作再过一遍 然后因为以前学习的时候是这样学的 所以这个黄金的学习方法 对我来说特别有用 那这种状况会有压力吗 要是有很多压力吗 有有很多压力 我会跟小九吐槽 哈哈 我会跟他抱怨 我觉得人要学会施压 就是和你的好朋友去聊天啊 然后比如说吐槽什么的 小九蛋糕 你今天有什么想象 就知道舞蹈主题吗 我想给大家惊喜 所以先不告诉大家 对 我多多准备 然后给大家通过作品 然后哇 这样的感觉是我喜欢的 你一直在做自己的音乐嘛 然后就是演技者有新作品发布 有没有什么新的技巧 可以给大家透露 我去年的十一月开始 开始准备20个 哇 20个 然后这个节目都全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风格 米卡之前翻唱很多歌曲吗 然后之后还想唱什么风格的歌曲吗 你们想听我 试一下什么样的风格 不想 好吧 我想试一下 唱比较酷 比较帅的歌 到现在我唱的歌曲 都是很漫 很浪漫 对 所以我觉得更帅 是可以 您好 感觉自己去了另一个的世界 人呀 地方呀 还是说话的方法呀 都不一样 挺奇妙的一个体验 在家就是去放鞭炮 然后在爬山的时候 然后一边爬山一边放边爬 嗯 就去玩这些东西 那你当胖坏的女龙服 是大胖的吗 不一样 我那个真太蠢了 我把那香啊 就是咸在嘴里 啊 就这样 因为我要穿衣服 嘴巴就掉了 我就 诶 你说话了 掉 掉哪去了 后一看 姐姐 我希望我们是那种 最典型的那种踢心台 就是可以 造惯了 对 先是一排人 从上面升降台起来以后 再音乐起 就可以冲到前 跑到前面去的那种感觉的 就是当心从拍戏 然后你当时的感受 然后下个段上常在笑 可以呀 就是拍戏就是很冷 然后那个头头就累得贼紧 然后把我拉一个 就是这样的那种感觉 然后现偶的话还是蛮想拍的 你特别少拍的题牌 红标 哈哈 没有 开玩笑 然后怎么会觉得 团里面那个成员的心灵 人灵就算你还想 李莫和米卡 因为他们俩的是这样 就是我们家里有一个 它是一个白板 然后 等了很久 我等了很久 他放在我门口前 然后我在凌晨三点的时候 就整个人就是那种 上个新手机 我出来 开门 然后那个都 砰 出来 然后整个家就起来了 然后他们是每天晚上都是做这个事情 最危险的就是米卡 然后在剧组里有什么 就是感觉不同一天是舞台表演的那种感受 不同的东西 对对对 舞台是 就舞台 然后拍戏就拍戏 然后是在综艺里面 那是在中夜里面 因为你要火跃气氛 会比较那样的 而且限时中没有 没有 现时中不会那么自来树 áis 你有啊 你有 他非常直接 我感觉我讲过这件事情 就是那天我在飞机上 那飞机空调开的特别低 然后正好那次我也没有带那个厚的衣服 然后他在睡觉 他睡觉的时候他把那个毛毯 盖在自己头上 然后我觉得他在睡觉 然后我就说可不可以帮我拿个毛毯 他说我们去沟通一下 把那个空调温度调低一点 然后我说好吧好吧 然后这时候他来了一句 你要不然就给他两个毛毯 我以为他在睡觉 然后他把毛毯盖在自己头上 学 真的 我都是 我说哦 你觉得教会有抗议吗 抗Demo 然后现在是我们一个最后一个小互动环节 就是让你们提一开粉丝的一个中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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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